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 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來說 國家安全立法都屬於國家的立法權力 鑑於香港面臨的國家安全局勢 日趨嚴峻 而特區行政立法機關在過去23年 以至到未來一段時間裡 都難以自行完成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中央對這個危害國家安全的局面 不能視而不見 在這個關鍵時刻 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 行使它的憲法權力 授權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的法律 然後納入《基本法》附件3 在香港公佈實施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是合情合理 亦都應該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有關立法是懲治極少數人所進行的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 從而保護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市民 使香港在飽受一年暴力破壞後 可以回復為安全、穩定的城市 各位市民 儘管香港經歷了風風雨雨 一國兩制仍然是最佳的制度保障 讓香港社會成風破浪 就讓我們透過國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執行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 確保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 有關 有關 有關